这样黑色的面包车千万别靠近 因为会有一个男人假装摔倒 当你好心帮他时 男人便会给你变个魔术 可车里面为啥全是黑色的气球呢 还没来得及反应 男人就会死死勒住你的脖子 在嘴里喷上迷幻剂 小镇已经有五个男孩这样消失了 警探除了找到黑色气球外一无所获 当男孩睁开眼睛发现 一个诡异的面具男正在看着他 随后便走了出去 这是一间封闭的屋子 除了一张床和一个马腿外 只剩下一个断了线的电话 想要从窗户逃走 发现根本够不到 想把床移动过去 结果床已经和地面焊死了 前面已经有五个男孩被抓进来杀死 自己看来也难逃一死了 他放弃挣扎直接睡觉 结果断了线的电话竟然响了 他拿起了听筒 对面说了一句熟悉的话 回忆开始闪现 没错 这就是死去男孩的亡魂 他说自己已经死了 告诉男孩走廊有一块松动的地板 往下挖有希望可以逃出去 男孩根据指示果然发现了缺口 还一边挖一边把泥土冲进马桶 可忙活了好久 发现根本行不同 刚躺下准备休息一分钟 电话又响了起来 这次竟然是第二个受害者 他说墙角那里藏着一根绳子 用绳子爬上窗户就能逃出去了 首先把毯子卷起来靠在墙壁 用线穿过去绕在护栏上 把绳子打上截 一个梯子就做好了 男孩顺着绳子往上爬 刚抓到窗户框 结果因为松动直接摔了下来 看来这个方法也不行了 他该如何逃出去呢 感谢观看